今年第92届奥斯卡镜像奖的竞争十分激烈 最终韩国影片寄生虫一举拿下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 最佳国际影片和最佳原创剧本四个大奖 成为当之无愧的大赢家 寄生虫呈现了两个家庭之间的社会经济鸿沟 对悬念幽默和痛苦进行了深入挖掘 在奥斯卡镜像奖的历史上 仅有十部外语片获得最佳影片提名 寄生虫就是其中之一 而且还成为首部获得最佳影片奖的非英语影片 寄生虫的获奖似乎预示着奥斯卡奖变得更具包容性 这也是许多好莱坞批评人士所呼吁的 孔俊号韩靖元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 这也是亚洲提名者首次拿下奥斯卡剧本类奖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